大家好 我是丽雅 8月23日 国际拼联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 头部选手排名没变化 国拼男队牢牢锁住前三 女队锁死前四 欧洲锦标赛后 些许选手排名创新高 在男子排名榜上 25岁的德籍华裔秋党 凭借欧洲锦标赛单打冠军 赚取的500个积分 以总分2095分 排名第九名 这是他在创新高 此前最高排在第十位 秋党在欧洲锦标赛上的强势夺冠 击败世界冠军波尔·法尔克 欧洲杯冠军达科 受到教练罗斯科夫的盛赞 在日本执教的父亲邱建新俱乐部 发文祝贺秋党夺冠 配文 爸爸也很开心 邱建新秋党父子 真可谓虎父无犬子 前中国乒乓球员邱建新 去日本执教前 是在德国发展 后来被日本人请去当教练 培养霍夫导过水骨笋 丹宇孝希 石川家纯 张本志和等名将 堪称逃离满天下 儿子那么争气 直板选手击败欧洲各路高手 堪称经典 国家队队友波尔说 当之无愧的欧洲冠军 为他感到高兴 与秋党一样 夺得女子单打冠军的波尔卡莫娃 同样麻烦500合计积分 世界排名迅速提升 以1465分 排名第十位 这个身高180厘米的选手 冲出德拼重围 四强德拼占据三人温特 善晓纳 米特海姆 最终登顶称王 国内的选手排名 由于久久没有参加比赛的 刘诗文 许欣 尤其刘诗文 排名一路下滑 最新的排名已经跌落百名台外 位居第102位 而许欣的排名 快跌至100位了 排名第92位 与上期排名一样 哪些选手排名前十呢 男子 樊振东 马龙 梁静坤 张本志和 鱼果 莫雷高德 林云如 达科 秋导 傲恰洛夫女子 孙影莎 陈梦 王曼玉 王毅迪 伊藤美成 早田希娜 杜凯勤 韩盈 石川家纯 波尔卡莫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